在社会上有这么一种声音 认为我们是一个发展国家 我们现在搞什么一带一路 提出像什么人类民共同的这些理念 其实有种达到两个通胖子的味道 会不会增加什么 包括像欧美发达国家对我们的不满 不利于我们开展我们的国际外交这种 也有人有这种想法 确实在社会上有这种观念存在 觉得你这个发展国家 你现在应该还是继续韬光养晦 不要在国际舞台上随便发出自己的声音 大家就想想你中国现在 你即使在韬光养晦 即使不表达自己的声音 别的国家就不把你当成对手吗 他们已经认为你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 你自己在装着 我觉得我还是个发展国家 我不能提自己的理念 是没用的 你只是一个自欺欺人 所以我就觉得提出来这一个理念本身 他确实和中国现在实际的国家地位 是相匹配的 其他国家你对我们有意见 或者说你枪打出头鸟 你再出头大家就会针对你 就是你不提他也会针对你 有很多人用霸权主义的示威方式 他已经习惯性这样思考了 你只要你厉害我就针对你 所以大家就会去思考 今天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的冲突 原因都在这个地方 但是我觉得 我们觉得中国本身在这个地方 要有冷静的思考 有理性的思考 第一个确实我们不能够打中脸冲胖子 发展中国家这个地位 我们一直在坚持 我们就是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这个国情没有改变 我们就在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就是非常冷静的 认识自己现在所处的阶段 所以不打中脸冲胖子 但是也不能够低声下气的 什么好像我要怎么好好的表现 让你认可我 这种低声下去的这样表现 在国际委员上也不会获得别人的尊重和认可 不能委其求权 对啊 所以这两种倾向 我觉得都是非理性非刻板的一种思考方式 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要理直气壮 就是要讲中国方案 中国智慧 中国现在应该中国提倡走什么样的道路 中国搞什么样的大国外交 都应该是自己这个独立自主的一套主张出来 这个我们觉得是对的 是符合中国的客观地位的 是符合中国的客观地位的